你卢秀燕能够集结所谓的九个月亮 你就说明了卢秀燕是有他的政治实力 那这一种政治实力对国民党来讲 国民党应该是保护他 国民党应该要团结在卢秀燕的身边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3月18号 台中市长卢秀燕 联合了九位女力市长 就是台东县长老乌庆林 花莲县长林芝妙 新竹市长高弘安 张化县长王惠美 南投县长许淑华 嘉义市长王惠美 抱歉黄敏惠 但九位女力市长 做什么事 就是说他们想发挥 地方包围中央的实力 警告蔡英文赖清德跟陈建仁 反对店家调找 所谓反对店家调找 因为台湾的错误的能源政策 已经被流取了 他被流取那现在台湾电力公司 他有亏损 而 绿能发电赚的 薄薄薄 就是说因为你能源政策的错误 让台湾浪费更多的钱 让台湾 一个独占寡占 独占的台湾电力公司 居然会发生亏损 这是大家想象不到 就是因为 你为了政治问题 连续动涨电价 当马银九要油电双涨的时候 油电双涨那一天 他的民调就被腰斩 民进党是反对的 那今天从2008到2024 也过了16年 过了16年以后 你民进党为了要让电价上涨 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赖清德说你们要论述 那甚至于 甚至于赖清德的爱将 叫做曾文生 这个人是有伪造文殊的贤科的 他就讲 他说电价上涨 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既然是政治问题 那就不是民生问题 那你既然政治问题 那你政治解决 又那个不行 他就讲 他说台湾电力公司 亏损太多 除非你拿人民的纳税钱 来什么 来填补这个空洞 否则的话 他必然他要上涨 一方面你要向 内阁要钱 另外一方面向老百姓要钱 一方面是老百姓缴的税 要补贴给他 另外一方面 他要从老百姓口袋里面要钱 你看民进党 这个德性就是这样 马英九时代不行 你民进党时代 你就可以 那卢秀燕已经看不过去了 找了九个女利县长 九个女利县长 就是九人称许半天 那个半边天 那还有两颗太阳 那两颗太阳 一个台中 一个 一个是台北 这两个太阳也在反对 所以 国民党真要对付民进党 不是没有办法 我也跟国民党的朋友讲过 许信良当年提出的地方包围中央 是有道理的 你取得了执政县市 然后结成联盟 你就可以对陈建仁施压 对赖清德 还有蔡英文施压 但是你不能够分散 那昨天比较有趣的 是卢秀燕他要访美人曼 大家也谈到这个问题 叫他居中 他说他是年纪比较大 所以他要站在旁边 然后他特别讲到许书华 就是南投县长许书华 他说他极有可能会成为 世代的领导人 新世代的领导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只要团结的话 或者是说国民党 只要能够齐力断金的话 你民进党对国民党是无可奈何的 但是国民党现在党内的纠纷不断 一会黄复兴 一会智库 一会又是地方党部 就是说现在国民党最大的问题 反而不在这些李律师长的手上 反而是在国民党的本身 为什么讲国民党的本身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国民党2020败选的时候 我知道的那一些 想要支持国民党的金主 现在各个抽腿 让党中央陷入到财政危机之中 那第二个 就是因为财政危机的爆发 他不得不去改选 或者是财病 黄复兴 自雇 还有其他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过去国民党的中常委 是非常值钱 他们有决策权的 不是没有决策权的 那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干 中常委 所以27期一票可以当选 这个是开了国民党的笑话 就是显然 你很多人不愿意再承担 所谓的党务的政权 那问题是在于说 你卢秀燕 也结合了九位女力市长 从他公布的台东啊 华联啊 宇兰啊 然后再逐渐的下来了 新竹了 台中了 南投了 彰化了 嘉义了 就是说那你绕个一圈 就是等同是半圈了 等同半圈 那现在呢 看像食安问题也好 像瘦肉精的问题也好 你卢秀燕当时 承受了多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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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压力 如果不是云林张立善女力市长 帮他解决困境的话 民进党攻击是更厉害 现在民进党反正对于2026到2028 已经这场战争已经开打了 已经不是前哨战 快要进入阵地战 为什么 你赖金德上舞台 有三件事 第一个他是党主席 他掌握了提名权 第二个他又是蔡英文接班人 520就任以后 所有的行政权就在他手上 那你第三个 如果2026这场一败以后 他要辞党主席 提名权拱手的让出 搞不好蔡英文要班师回朝 担任民进党的党主席 搞不好蔡英文是要班师回朝 担任民进党的党主席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赖金德当然是有输不起的压力 再加上这次2020年 2024的大选选的惊涛骇浪 让赖金德有一点不安全感 这个时候 你要如线委员出来 组团对抗民进党的党中央的时候 你赖金德当然会戒身恐惧 所以我们可以说 国民党尽快把所谓的党务改造 你把它平息了以后 未来你才能够给卢秀燕 或者蒋万安创造机会 九个月亮加上两个太阳 还有一个太阳是韩国瑜 那韩国瑜大家因为年纪大 他可能不会再介入到2026或者2028的选举 那至少他是党内的实力派 所以我们现在看国民党这种情势 如果国民党真的争气的话 就让卢秀燕扶上马 否则的话 光靠卢秀燕的九颗月亮 想要对抗所谓的民进党 那民进党必然会用最严重的方式 去伺候卢秀燕 所以我们今天看国民党就是因为内部的问题 而导致了2024全面性的崩坏 那现在2026又要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卢秀燕能够集结所谓的九颗太阳 你就说明了九个月亮 你就说明了卢秀燕是有他的政治实力 那这种政治实力对国民党来讲 国民党应该是保护他 国民党应该要团结在卢秀燕的身边 而不是说让他们去自力救济反对对家 国民党应该要是保护他 国民党应该要 solder 国民党应该是保护的 国民党应该要 Beim机房秀燕 得到 一些影响 こ artic